细心也佛 这个细是细念 我们讲挂念 心里都常常挂念佛 不要挂念人 再亲的人都不能挂念 再喜欢再爱的人不可以 为什么 这叫亲子 有这个挂念 就去不了极乐世界 地区有念佛念的功夫很好 最后不能往生 什么原因呢 亲子没放下 立命中时他不想佛 他想挂念那个人 他还没看见 这个是念佛人最大的忌讳 那挂念有什么用 一口气不来 过人到过人的地方去 不会再见面 这个道理一定要想通 你所亲爱的人 要劝他念佛 心里要想佛 别想人 将来到极乐世界 不就永远在一起吗 到极乐世界 人皆无量是我 这真的不是假的 人在万年 一口气不离 愈是到万年 情之愚重 对儿子情之淡了 对那个孙子情之很重 儿子放下了 孙子放不下 真有望 所以要真放下了 我们要真的是一行一役 我们都到西方极乐世界 去会合 这个有意思 此地志同道合 将来到极乐世界 我们在一起 依然是一个活活生团 这就对了 所以把我们世间 所有一切关系 统统变成 极乐世界的同修同伴 要有这个念头 我们亲密的朋友 问他 你喜不喜欢我 喜欢我 到极乐世界 我们就常常在一起 不到极乐世界 就很痛苦 这个痛苦 是生生世世 没完没了 往生到极乐世界 往生到极乐世界 这个 设法界里面 事情全解决了 全都没有了 到极乐世界